飛機穿梭國際 也把病毒帶來帶去 台灣爆出三名貨機機師群聚感染 其中一名紐西蘭機師 在飛機上就有咳嗽症狀 甚至沒戴口罩 疑似隱匿疫情 咒嘗之情 那要看他如果確實在裡面 密閉空間裡面 他沒有戴口罩違法我們的規定 那我們就可能會根據相關的 這樣的規定來開罰 而這名機師除了在機上 就疑似違規 入境拘檢三天後 還在台北趴趴走 根據目前民航局規定 飛航組員或是貨機兼貨人員 入境後要居家檢疫三天 而客艙組員或機物人員 則是居家檢疫五天 在檢疫期間內 由航空公司每日電話關懷監測 不得派飛外出 而限制期滿後到第14天前 要自主健康管理 外出應該戴口罩 不能出入非生活必要場所 這名紐西蘭機師 在自主管理期間 如果沒有陸實防疫 指揮中心也不排除開拔 這個部分會來檢討 應該在它出來之後 應該自主健康管理 那看起來執行的不是很徹底 所以這樣我們會檢討 因為家言 當你一定要說到 檢疫的時間的時候 你就必須增加檢驗的次數 增加檢驗的敏感度 上一站飛的是 比較危險的疫區 那它最好就是 只有一個陰性證明 再去飛是比較安全的 機師根基組員 儼然成為防疫破口 更令人擔心的是 英國傳出新冠變種病毒 傳染力大增70% 而世界衛生組織也表示 在丹麥 荷蘭 澳洲 也發現了相同的變種病毒 就怕病毒傳播失控 法國 荷蘭等超過10個國家 都對英國航班寄出禁令 那台灣是否跟進 因為在進來以後 我們當然有PCR的證明 說外還要居家檢疫嘛 所以在目前來講 如果它有這樣的一個 會延長的時間 那傳播比較快 因為都已經隔離開了 所以沒有這樣的顧慮 台灣比較擔心的是 春節的時候 大陸會有很多國人要回來 那這個病毒 到底有沒有跑到亞洲來 還是只局限在歐洲跟非洲 那你會預期這個病毒 還是會到亞洲來的 一旦如果說跑到 東南亞大陸的話呢 那對我們的威脅就比較大 雖說新型病毒沒有被證實 會提高致死率 或降低疫苗效率 但全球疫情不斷惡化 邊境控管真的不能大意 歡迎新聞 余德 清晨 麗婷 台北報導